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特別額外出了外景 我們來到了高雄的精英行館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麼主題呢 就是你看 登登 我們桌上有一排的信用卡 今天的主題來跟你聊聊就是 2022年下半年寶可夢推薦的10張信用卡 那為什麼會跑來這邊呢 就是因為剛好前一陣子我去高雄玩 然後就順便在這邊出了一個外景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一次的表現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來我們的主題 介紹第一張 這個是永豐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為什麼我會在下半年推薦它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它有一些回饋還不錯 比如說你只要成為大戶的等級 也就是說跟永豐銀行往來超過10萬塊以上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國內2%海外3% 那每個月呢額外的加碼上限是600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6萬塊左右 可以拿到國內2%海外3% 那它的刷卡回饋金是在4月1號 直接回饋現金到你的帳戶 所以這張卡片我個人覺得很不錯 那它還有幾個特殊的通路很不錯 比如說在指定的通路有額外的5%加碼 那5%加碼的每一個月回饋上限為300 所以回推大概是一個月額外刷6000左右 可以拿到最高國內7%海外最高8%的回饋 那有哪些通路呢 我覺得個人最喜歡的是悠遊卡的自動價值 如果你搶不到每個月1號早上9點的JCP10% 那麼用這張卡片呢 你可以每個月都刷6000塊 也就是12次的自動價值 都是95折 所以這個是我還蠻喜歡的 那另外像是飯店 然後是旅行社 然後還有這個 這次住的話就是經營國際行館刷 這張卡片也有95折的折扣 那還有就是機票也都是符合這個規則的 那如果你喜歡去什麼IKEA 或者是寵物的這些通路 魚中魚什麼的 也都是在它這個額外5%加碼回饋通路 也是我很推薦的 第二張呢是這一張 好這個是匯豐銀行推出來的匯賺卡 它有什麼特色呢 它其實就是1%現金點數回饋無上限 那麼額外指定的通路 它有19大通路呢 都是有這個額外3%回饋 那它厲害的地方是 就是如果你有申辦HSBC的銀行戶頭 你把它放10萬塊在它的帳上 那麼從1號到31號就是月出到月底的日均余額 就是準備10萬塊錢放著不動 那麼只要符合這個規則 你下一個月呢就可以在你的網銀 就可以選擇5000積分兌換1萬刷卡金 所以你的國內消費1%變2% 包括保費也是喔 或者是你的指定通路3%就變6% 那我最喜歡把它拿來幹嘛 第一個就是綁定接口支付 所以我在接口支付上面的消費 都是有6%回饋的 但是因為它這個3%加碼上限 大概每個月只能夠拿額外2000點 所以回退大概是66666元的回饋呢 是可以拿到6%的回饋 那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綁定在PayPal上面 來投資eToro 所以投資eToro居然也算94折的折扣 你投資都不見得可以賺到就是3%5%了 但是你用這張卡片保底有6%很不錯 但是呢因為海外交易需要收1.5%的手續費 所以這個大家就是還是要自己去衡量一下 那因為eToro也不是台灣金管會所認可跟監管的這個投資平台 所以它是有風險的 大家要自己去衡量 下一張呢是這個 它沒有實體的卡片 但是呢它是一張數位的卡片 它叫做玉山銀行的數位一卡 它有兩個版本 這個是好像是寵生活 那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呢是這個輕時尚 所以它一共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你可以兩張卡片都辦下來 它有什麼特色呢 它就是在指定的這個綠色通路裡面呢 有10%回饋 比如說什麼主婦聯盟啊 或者是吉安特啊 或者是U-Bike 2.0 我們之前有做過影片介紹 所以這些指定綠色通路 如果你都有在使用的話呢 它是符合規則的 除此之外我個人最喜歡的是這個 綠色的這個重生活 它把它綁定在全銀家配的APP裡面 那麼你在全家所做的消費跟繳費 都是符合規則的 那我們之前在節目有跟大家介紹過 其實我自己有實測 這個4月份有繳一張單子 5月份有拿到100塊回饋金 刷2000拿一把 那這個活動記得要登錄 所以這是我覺得很不錯的 在超商的消費跟繳費 都是有額外的回饋喔 好下一張呢是這個 登登! SNY信用卡 SNY信用卡 其實我們有跟大家做過介紹 做過這個完整的影片介紹 它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承襲了玉山Uber卡 你只要非實體過卡消易 就是有這個5%回饋 玉山Uber卡是一樣 只要非實體過卡就是3%回饋 那你一樣你把它綁定在橘子支付裡面 在小期來做消費跟繳費 一樣都算是網購的5%回饋 所以它是一個沒有門檻 不需要有新增消費就可以拿到國內5% 那如果你想要拿到高一點回饋的話 你可以就是拿這張卡片實體刷卡 比如說你去佳樂府做結帳 那這樣就是有實體刷卡 如果你去餐廳結帳的時候刷1000塊錢 你就可以享有海外加碼的5%回饋 所以如果你這張卡片不刷國內 只刷國外就是有網購10% 但是要被收取1.5%交易手續費 所以這個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它最厲害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一樣有實體消費1000塊錢的話 這叫做祭品 除此之外 你就可以再拿到這個綁定在台灣Pay 或者是接口支付在四大超商所做的消費 有20%的回饋 那每個人每個月上限是500 所以回退就是可以刷個2500 有20%的回饋 那你就要自己去取捨 就是你自己平常的消費 要不要再額外撥個1000塊錢來自章卡片 像我的話呢 我是拿去佳樂府 就是儲值1000塊進去 就符合規則了 好 這是我個人很推薦的 下一張 登登 好 這是永豐55688聯名卡 這張卡片在2021年11月推出來的時候 網路上都沒有什麼討論的聲量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是一張 不是那麼好用的卡片 怎麼說呢 因為你必須要搭乘一次55688計程車 你才能夠啟動它的額外的消費 比如說額外的7%回饋是2%無上限 再加上5%加碼 5%加碼 每個月可以刷600 所以回退是12000 好 所以這張卡片就會變成 大家就有點煩人問津啊 不過它在下半年它有做權益加碼 它叫做指定交通有給到額外的5%回饋 那它的5%回饋怎麼給呢 就是2%無上限再加上3%加碼 3%每個月可以拿300 所以回退就是一個月你可以刷1萬塊錢 可以拿到500的這個TPOINTS點數 TPOINTS點數你可以就是開啟折抵功能 所以它可以在下一期賬單就是折抵刷卡消費金額 好 所以這個是等於當作是現金回饋啦 那它的指定交通有哪些呢 比如說一般的加油 然後包含自助加油 台鐵 高鐵 然後甚至是這個旅行社的部分 就是這個機票的部分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還蠻好用的 至少它沒有任何的門檻 只要有刷就有回饋 所以這是我非常推薦的 下一張是這個國泰社華的Cube卡 這個Cube卡其實還蠻漂亮的 那我自己本身會推薦它的原因是因為 它雖然說回饋的是點數 但是它有無上限的特色 比如說你在KKDAY有8%點數無上限 所以你出國去晚的話呢 你把它綁定在這個距離型 這個三大權益裡面的其中一個 你轉向過去 那麼你來刷這個旅行社 或者是指定的套裝行程 其實只要是KKDAY這個請款的 那就符合資格 那它最近還有一些活動還不錯 像8月5號有一個額外的最高10%回饋 就是基本3%再加上額外7% 那你回退一下每個人可以拿1000 大概是刷14000多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最高10%回饋 其實也蠻好的 所以這張卡片我個人很推薦給 就是大額刷手 那這個小數點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折抵 就是你當期賬單的每一筆消費金額的 百分之好像30% 百分之30%其實有點旺 但是它是可以折抵的 或者是你可以在它的國泰優惠APP裡面 去兌換比如說佳樂福啊 或者是星巴克的商品 這樣其實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使用方式 這是我蠻推薦的 那下一張呢 是我個人很喜歡的繳費審卡 怎麼說呢 它雖然說是主打網購 然後還有什麼外送平台最高有22%回饋 但是我自己反而比較著眼的是 大部分的信用卡繳費沒有回饋 但是這張卡片少數有繳費回饋的 好這張也有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覺得很不錯的 好那它怎麼做呢 就是把這張卡片申請下來之後 記得要先申請OU數位帳戶 然後再加班OU點點卡 才能夠就是相得一張一起 好那你把它綁定在Famipay裡面呢 只要在禮拜一或者是禮拜三這兩天 然後你去超商持單子給超商的店員 然後跟他說你要繳費 打開你的Famipay 然後綁定這張卡片的QR Code給他掃碼 就可以就是完成這個任務 那最高有17% 那就是說好像是1563左右吧 然後你最高可以拿到266左右的回饋 好所以這個數字請你就是特別去注意 或者是看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其實都有完整的解釋 好那還有另外一張卡片呢 是這個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都蠻熟悉的 這是台北富邦的J卡跟JU卡 好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早期推出來是 在日本有3%回饋 好那後來慢慢的縮水之後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就變成說 在國內刷卡有3%的Mindpoints點數回饋 那後來變成說 要綁定LinePay才有3% 然後一般刷卡只剩2% 那現在的話呢 下半年的權益是變成說 你必須要1%基本回饋 再加上額外的1%或2%加碼 但是每一個月額外的上限 就是能夠拿5,000點 所以變成說 你實體刷卡一個月 大概可以刷50萬以內 可以拿2% 那如果你是綁定LinePay支付 就是最高一個月25萬以內 可以拿到3% 就是變相的縮水啦 但我覺得有點還不錯 就是你把它綁定在橘子支付裡面 在超商所做的消費跟繳費 一樣是有2%回饋的 但是呢它就是上限就是25萬 所以如果你25萬刷滿了 那請你就是再換一張卡片 應該是說你換一個家人的名字 然後它有一張正卡的卡片 你一樣可以拿到這個2%的回饋啦 所以這個是前面9張信用卡 最後我要再特別的介紹 一張這個Special Card 這個Special Card就是 美國運通的這個 錢賬百金卡跟信用百金卡 這種卡片要年費 為什麼要推薦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付出去的年費 你其實是拿的回來 吃的回來的 所以我個人非常的推薦 也是我目前的主力卡 像我們現在在的精英國際行館呢 也是一樣 我們這一次是用它的房型升等 所以原本呢 只要 我現在住的這個套房 它需要1萬多塊錢 但是因為我用升等 又比較便宜的房型升等上 所以只要7000多塊錢 那搭配這個優有國旅的方案 可以再省最高1500 所以我這個房型只要6199元 然後就住到了 其實大概就是省了接近一半的價格 所以這個是差蠻多的 所以我很推薦就是 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 財力有到了 那你也願意去試試看 顧不一樣的生活 那我就很推薦 你可以試著去申請 美國運通的卡片 如果大阪你申請不下來 你也可以先申請小白 其實小白在很多的國內飯店 你就可以有3000到3300 就可以免費住一晚 不分平假日 然後某些特別的日子 可能父親節母親節不能住之外 其實大部分的平假日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比如說像這個軍樂飯店 然後還有像精華酒店 其實它都是有這種所謂3300的房型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大白跟小白 就可以去住住看 你可以去體驗一下 其實你多住幾次 你的年費就回來了 那另外還有就是 兩人通行一人免費 是我個人覺得很推薦的 比如說大家喜歡去吃Buffet 這個軍樂的凱菲屋 然後還有像這個精華的玻璃廳 其實你用小白 你不用花到大白的免費 只要半下小白 你就一樣可以去吃了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等於是半價的意思 然後但服務費要領寄 那大白的部分比較特別是 它有非常多的房型升等 比如說我住過的目前有三檔 第一個是韓碧樓 韓碧樓的話呢 我去住的Villa套房 原本要價3萬塊錢 但是透過這張卡片訂 你只要一般的套房升上去 那就是2萬多就可以住到了 所以才是現成1萬塊錢 那第二間是大溪威斯廳 大溪威斯廳我住的是水療套房 它也是一般的房型升等上去 所以大概是也省下了 接近9000多塊錢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划算 那這次就是精英國際行館 然後是有一般的市警房 然後升上來這裡的這個套房 就還蠻不錯的 就是這是我目前2022年下半年 推薦的10張信用卡 也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把這個資訊分享一次 讓你們身邊的親友 能夠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使用信用卡的奧妙之處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